我什么时候结婚是吗 我还没结婚啊 我看应该没机会了吧 结婚这个我现在这个年纪是吧 现在这样子 还有 周星驰30岁不着急结婚 年轻不知爱情相50岁 却思想转变了 觉得当年没有重视感情 错过了那个他 曾经在中国电影写剧之王数据发布会上 撒贝宁逼问周星驰 你何时结婚 对于这个问题 星也沉默了 知悟了一阵之后 十分无奈地表示 我现在这个年纪应该没有机会了吧 从星爷伤感的语气和眼神中可以看得出来 50多岁的他还是很渴望爱情的 他觉得自己当时没有珍惜感情 如果还能重来 他是不会让自己那么忙了 但是爱情既然已经错过了 再后悔也是于事无补了 时间回到20几年前 30多岁的星爷面对同样的问题 态度却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星爷头发还没有白 还是十分帅气的 可能啊 也是觉得自己年纪还小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星爷很不以为然 他很坚决地表示自己并不着急谈恋爱 要先有事业才会考虑这件事 但是随着星爷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的野心和欲望也越来越强 因此之后基本上也就没有余力 谈恋爱和结婚了 其实星爷现在的条件 想找个伴侣 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但是星爷可能也是孤独惯了 很难有人能走进他的心里 所以事业和爱情 星爷最后只得到了前者 而从星爷之前回答 撒贝宁问题的态度 能够感觉得到 星爷后悔的并不是没有结婚这么简单 真正让他遗憾的 更可能是某件事或者某个人 细数星爷的几位女友 谁才是星爷最怀念的呢 很多人觉得是罗慧娟 因为他是周星驰的初恋 在周星驰还没有红的时候 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恋爱期间周星驰对他 也是十分的体贴 看得出来是动了真心的 但是这段恋情坚持了四年之后 还是结束了 后来罗慧娟也因为癌症而去世了 星驰是个重感情的人 加上是星爷的初恋 罗慧娟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他 不过也有人觉得 如果论星爷最爱的女人 恐怕还要数初音的 周音是90年代香港娱乐圈中的 顶级性感女星 颜值在星爷的一众女友中 当之无愧的第一 甚至当时还有传言称 周音其实是星爷和罗慧之间的第三者 周星驰也不止一次主动在节目上 提过朱音 曾有网友爆料 周星驰终身不娶的原因就是朱音 事情总是有迷人的相似 周星驰和朱音的感情中 莫文卫又成了第三者 有没有介入别人的感情不知道 但是星爷和朱音分手之后 的确是和莫文卫在一起了 莫文卫相比于朱音呢 是更加的温柔 估计星爷会更喜欢这一种吧 对此你怎么看 你们觉得星爷忘不了那个他 会是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谢谢观看